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小时都支持不住 还怎么带兵 怎么打仗 再不严加整顿 国家还能依靠谁 那么最后蒋介石呢 带领全体军官背诵总领遗嘱 他背一句 学员们跟着背一句 当天晚上蒋介石和宋美龄不住检疫住房 也和全体学员一样在帐篷里度过了一夜 此后 在庐山联系举办了三届这样的军事训练 这就是著名的庐山军官训练团 对于创办训练团的初衷 蒋介石在第一期开学典礼训话当中是名言 我们连小小的红军都不能打败 其根本原因就是一般官长的没有廉耻 没有血性 没有良心 不讲理义 不明廉耻 丧失了革命精神 那么因此振奋革命精神成为军官训练团的第一要务 蒋介石还把军官训练团和黄埔军校联系在了一起 黄埔的使命是完成第一期革命的责任 而今日卢山的使命是要完成第二期的革命责任而已 其实贯之以革命的第二期使命就是剿灭武装格局的中共 参加训练团的军官大多数中级和初级的指挥员 除了讲授理论知识还进行野战实地训练 在随后展开的第五次围剿之中 卢山受训的军官确实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他们充当了历次战斗的极先锋 而且来势十分凶猛 不过卢山军训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因此最重要的一堂课还是要政治洗脑 蒋介石不但亲自授课 还多次写信提出了具体措施 军官们每天早晚都要举行升降旗的仪式 并高唱国旗歌党歌 经过军事训练和换灵魂之后呢 军官们怀怀着一个作为蒋委员长学生标志的毕业文凭 手捧着蒋介石授语的剿匪手本和剿匪部队训练要职 那么腰配着蒋介石提前的军人魂的短剑 加上四件礼物 礼意连尺四个字 可谓是从身躯到心灵 同武装起来